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关于郭艾伦的一些问题 应该是备受球迷的关注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有两点原因 是导致郭艾伦 也被质疑是否会离开辽宁队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在此前总决赛当中 他没有拿到FMVP 那么对于郭艾伦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另外一点 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么本赛季结束之后 辽宁队一共是有9个球员合同到期 那么其中郭艾伦作为一个绝对的核心 就在里面 所以其实注意这两点的原因 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很多球迷也都在猜测说 郭艾伦之后会不会彻底离开辽宁队的 毕竟从目前来看 郭艾伦作为一个绝对的后卫核心的话 他的个整体作用 对一个球队实在是太过于重要了 因此对任何一个球队来说 只要郭艾伦想选择的话 其实他去到哪一个球队 都有可能能够拿到鼎心 得到一个重用 所以目前来看 可能最为关注 最为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郭艾伦是否会放弃 在辽宁队的800万的鼎心 然后去投靠其他球队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可能外界都在猜测说 如果说他真的离开球队 可能投靠的这个组算 就是他的老叔郭世强了 毕竟此前郭世强在辽宁队的时候 那么双方关系相处得非常的不错 那么对郭艾伦来说 如果说真的打算离开 其实去投靠广州队的郭世强的话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个人也能够携手 去争取下一个赛季 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就在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传出郭艾伦 有可能要离队的同时的话 那么辽宁体育局这边 也刚好是爆出了一个消息 那么让很多球迷对比起来 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的消息 也真的是能够证明 郭艾伦这次到底是否会离队 那么就在最近 媒体这边有提到 这个辽宁体育局就在最近 也是摊牌发出了一张 这个申请编制的这样的文件 意思就是说 那么郭艾伦现在已经在辽宁 这边的话申请教练员的编制 有过说之后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呢 他之后就会正式成为 辽宁体育局这边的编制的教练 那么之后的话 肯定会服务的球队就是辽宁队了 所以接下来来 其实也就意味着呢 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郭艾伦应该是铁了心的 要继续留在辽宁队 不管是球员时代 还是后面准备教练员呢 他都会继续留在这里 所以从这一点的一个动态 包括摊牌来看 其实已经能够看得出来的 郭艾伦大概率是不会离开球队的 而且说实话 其实目前留在辽宁队呢 对于郭艾伦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首先顶心位置肯定有他的一份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现在呢辽宁队已经是兵强马壮 对于郭艾伦来说 他如果说接下来继续待下去 将能够带着球队呢 去取得更加多的一些冠军 创下更加多的一些荣誉 那么之后即便呢退一之后的话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也是非常的辉煌的 所以其实不管是对于郭艾伦 还是任何一个职业球员来说呢 只要有机会 肯定都想加盟辽宁队 都想留在这里 这样一个冠军强队 当然可能这样一来 对于杨明来说呢 多少会有一些左右为难进退了难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 目前呢也传出辽宁这边 可能要签下周期 但是呢周期来到之后 你不给顶心人家 他也不可能会留下来 所以这样一来啊 你要留下周期呢 可能郭艾伦这边 就没有办法签下来了 所以现在来看 可能对周期 对周期对杨明来说呢 必须要从中去做出一个选择 当然不管最后怎么样的话 那么相信对于整个辽宁队来说呢 他们的一个夺冠步伐 已经是没有办法去阻挡了 所以相信他们下一个赛季啊 恐怕呢 也会成为一个真冠的强队 那么对于各大其他对手来说的话 确实是一个挺绝望的一个消息的 而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 下个赛季 那么辽宁队这边的 整体的一些影响安排 能够有所更新 那么下个赛季呢 再给球迷带来 更加精彩的一些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